高雄岡山分局有一名交通员警 接获交通事故抵达现场做笔录 在过程当中发现女骑士在跟朋友聊天 所以阻止 没有想到随后被要求要查看车损状况时 就被对方给怒呛 这让这名交通员警瞬间暴怒 他竟然是当下把作业电板都给丢了出去 而如今这样的画面曝光 警方表示如果造成民众观感不佳 也将会依照规定调查一处 你的摩托车跟对方的哪里撞到 远警接获交通事故案件抵达现场做笔录 赵姐姐先坐一下好不好 还在做笔录 等一下有什么事情在聊 但笔录坐到一半 近看女骑士突然爬起来 一搏一搏的走去跟旁边的朋友聊天 远警随后要求确认车损状况 只见女骑士拖着伤势缓缓起身 但下一秒对方竟然怒呛 你现在要去跟她聊天 我只是问她在跟我说什么 被这一呛远警也瞬间被激怒 不仅摔砸作业电板 同时也不甘示弱 现在要看车损啊 我要问你车损啊 不然你自己做笔录 现在做你的 她如果不想做 事发在25号早上8点多 当时高雄岡山分局交通分队的远警 在富贵西街处理车祸事故 免看被撞的女骑士在跟朋友聊天 她也上前制止 后来查看车损状况 又似乎被女骑士觉得在找麻烦 远警这才被激怒 丢出作业电板 只是遇上交通事故 还是好好配合警方处理程序 避免一时情绪激动 造成后续双方产生误会 记者庄祈渊吴仲轩高雄报导